在祖国最南端的蓝色国土上 一群最可爱的人用青春与汗水筑起坚强的堡垒 现年66岁的林亚和海南万宁人 曾任海军某工程建筑处处长 荣历过二等工一次三等工两次 1993年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 在28年的军旅生涯中 先后参与和组织完成海军下达的军港码头 机场 船屋等20多个重大工程项目 而让他此生最为难忘的是在南沙的不返经历 1988年至1990年 林亚和作为项目总指挥 与战士们工作在祖国最南疆 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固条件 林亚和表示 南海素有太阳海之称 是典型的高温 高湿 高盐分 多台风 三高一多地区 所有物资全靠大陆不及 在这样的海上戈壁生存 战士们需要承受各种严酷的考验 因为在南沙那个地方没有水 我们整个没有水洗澡 天气又热 太阳的紫色温度是50度左右 又没有什么青菜吃的 又没有水果 所以70%的人身上都溃疡 南沙的经历虽然艰苦 但林亚和表示 大家会在苦中找乐 岛上不能通信 收不到广播电视报纸 姐妹主要靠讲笑话 聊天下海摸鱼 并将罐头说明书 装盯成册互相传阅 但战士们最开心 最盼望的是下雨和寄来家书的补给船到来 林亚和表示 作为军人中校男权 当年母亲病倒 妻子在医院待产 凯旋归来的当天 部队组织官兵和家属到码头迎接 家里只有9岁的儿子到场 至今仍记得孩子见到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所以我小孩跟我说 家里奶奶住院 妈妈住院 家里没人就我来接你 所以我当时整个欢迎一丝一丸 一丝一丸我就抱着 任何人我都没接受 东西我也没拿 我就抱着我小孩 坐上车就直奔 直奔医院 一到医院以后 看那个情景心里特别酸 转业后的林亚和 已多年没去过南沙 但在南沙的经历 已经像烙印一样留在他的生命中 林亚和表示 对于南沙往事 这是自己一成青春 自己一生无悔